郭老师 来 跟我介绍一下 我是河北廊坊永银县的孟庆中 今年是75年出生 今年是43岁 比我大两岁 现在干嘛呢 现在在北京自己创业 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我身体是小时候摔伤的 怎么摔伤的 那时候75年嘛 我爸妈都是去劳动 要去下地干活 然后呢就是哥哥带我 大孩看小孩嘛 然后我们农村有一种那种 养猪的那种猪圈 猪圈 我们看猪耳 然后呢就是狗打架 两只狗掐架 然后掐到我们跟前 哥哥他们一害怕就跑了 我也害怕 就直接掉猪圈里 脑巴生下戳下去的 然后直接就戳伤了 你等于是脊椎出了问题 脊椎和胸腔 胸对都是变形了 在刚受伤的时候啊 就是感觉就是疼 全身疼 然后疼了就说 爸爸妈妈回来 问我怎么回事 就摔伤的 那只只是说疼太小 不知道哪个方位疼 然后就说 就打打指成针 后来经过了一年的左右 疼了受不了 然后吃饭也出来去 父母带我去 前进医院检查 拍片子 医院说你这个是 脊椎和胸腔 椎就变形了 但是呢就说 光靠脸就推拿是 出不了位的 已经长出那种形状了 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呢 我们只能试着 赶紧做手术 但是不保证好 只是一个实验嘛 在这期间只能说 封闭式治疗 不上胎势 后来我母亲跟我说的 就说她一想 没准这个儿子就没有了 还不如这样养着 毕竟马能 还能看着一个 活不了两个儿子 所以就没得治疗 听了一个偏方 就说拿两个夹板 前后夹 然后就捆起来 就跟卧床一样 就是强制性 就是说给它压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就说我妻子是她表妹 给她店里看店 那你这客户以后在你这儿进货 是不是可以打折呢 VIP 来 我们有请她的妻子 马上又站起来了 来 慢点 来 妻子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琪琪 是文庆中的妻子 你闺女多大了 今年四岁 四岁 你是 我是那个小儿脑瘫 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的 就蛋脑缺氧 然后完产 你们俩在身体上都或多或少 有一些残缺 那到底在生活当中 谁照顾谁多一点呢 觉得互相照顾吧 那总有谁照顾谁多一点吗 他照顾我多一点 他照顾你 因为我这人比较老 也笨 不会做饭 然后他经常给我做好吃的 做好吃的 对 那工作上呢 工作上因为 好多工作是像外围的 就是我一人去打理 我爱人呢 协助我做后勤 因为他文化比较高 他是大学生 然后做网络 我们现在做那个网店 做店的商务这块 人家身体这样 怎么就读了大学呢 你怎么就没读呢 他比我聪明 所以说还是有选择 现在你开了网店是吧 对 卖什么呀 宠物用品 宠物用品 饱和狗的吃的用的 怎么会想着做这个呢 刚开始创业时吧 我和哥哥做那个粮油 后来粮油有超市了 我们那个粮油就是说 不受欢迎了 没优势了 我们就改行了 在04年时 改的那个 做那个猫浪狗粮 现在自己做那个工厂了 现在还办了厂子 对 哎呦 厂长啊 梦厂长 那现在收入还可以了 收入还可以了 这个男人在生活当中 最感动你的事有吗 有一件事吧 就是我们两个 其实同恋爱到结婚 时间并不长 然后而且那时候我上班 他也比较忙 然后在我结婚之后 就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挺感动的 就是有一次 我不小心把防荡门钥匙 就是锁门的时候 没摘下来 然后不压的时候 就发现他丢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可真笨 把门钥匙给弄丢了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刚结婚 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换一个防荡门锁 也得一百多块钱 然后他都 其实我俩那时候 不是自然结婚 但是了解的 不是特别充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没事 不就是一把锁的事吗 你不用内疚或什么的 换一下不就得了吗 然后这件小事 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特别 特别宽容的人 还有吗 还有就是后来 结婚有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时候 有一次他骑电动车 带着我 拐弯的时候 从那个电动车上 摔下来了 当时就 就这儿特别疼 我以为只是 只是磋伤了 结果一去医院 检查的时候 发现是那个骨折了 然后医生就说 需要做手术 当时医生说 需要一万四千块钱 做手术的时候 我就掉眼泪了 我就觉得 就是无道偏逢 连夜雨的感觉 然后他就当时 跟我说 他说 那怕啥 只要你没事 这花点钱算什么 这不就一个骨折 就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那时候店里挺忙的 然后他就每天来看我 照顾我 因为骨折特别疼 而且这个部位 我还特别磨人 然后就总跟他说疼啊什么的 然后就总是对他发脾气 然后他还特别担心照顾我 每天都来 对床的阿姨都说 说也就是找 你找了一个这样的老公 换成别人 早就受不了你了 我都看不下去了 他就一直对我特别好 特别包容 你这种身体怀孩子 应该是有危险 我刚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我这个人 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这一生 已经就是有一些 就是缺陷了 我只想过好我的一生 然后后来为什么会生孩子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他特别喜欢孩子 我觉得如果不能 不能给他生一件孩子 是挺遗憾的事 而且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给了我很多鼓励 就是我觉得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悲观 但他特别乐观 他总是觉得 一切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努力 来获得更好的 我想不出 我们还能帮助你什么了 你很幸福啊 对不对 我们这次来呢 就是我有一个 你这样 你去先把心愿说出来 好吧 好 来来 我的心愿是开办一个 更加专业 更加好的学习班 来 请回 你说你一做生意的 开什么培训班 我在毕业以后 我找个工作 也四处碰过毕 所以你要开的这个培训班 是职场培训班 不是 是实用技术 实用技术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现在有这种课程啊 有课程 对啊 但是残疾人呢 你说针对于残疾人 对 我不针对说正常人 因为残疾人像我一样 甚至不如我的人人 他找不到这种平台 甚至残疾人的家庭条件 都不算太好 我在16年 和我们当地残联 我开过两次班 正常人的电子商务培训班 也可以给残疾人 带来帮助啊 但是是带来帮助 他学会了 他卖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他怎么去 下一步怎么办 你是说在选品和物流上 对啊 选品物流怎么办 甚至他学的东西 去哪干 这是一个解决的问题 明白了 我感觉 来 五位 提供助力的时候到了 熊九集团 是专注于中销企业护化 及投资的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旗下有一个平台 叫熊上网 其中也有一个板块 是专注于互联网培训的 这一块 其实李金来的新销 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 所以首先第一个呢 可以对理 对专业知识 可以进行一些辅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呢 那我们既然 已经做了这么多年 那就说明我们的 这个很多东西 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说我会把 我的一些架构体系 如何去培训 如何去招生 如何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一套体系 然后呢 毫无保留地给到你 然后呢 让你拿去过后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好 谢谢 好 谢谢了 新州你好 我们银朗呢 是也有一家 网络科技公司 就是做这个电商运营的 如果你这边 有这个学成的这种 残疾人想要求职的话 那我可以 把他们推荐 给我们的客户 这是第一 有一个就业方向 第二呢 我想你可能 也需要一些器材 来帮助大家 进行学习 所以呢 我也希望能够送给你一个 能够满足基础学习的电脑 然后看看能不能 帮助到更多的人 你非常棒 加油 谢谢 你发现所有聪明的人 能成功的人 和身残至尖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不抱怨 因为抱怨太浪费时间了 他也不抱怨 哥哥从小把自己摔进猪圈 也不怪自己的身体这样 所以说聪明人不抱怨 抱怨于事无补 与其抱怨不如干点正事 谢谢你们 好 再见 孟庆中的努力 让我们看到生命的顽强 妻子的陪伴 也让这个家庭 现在幸福温暖 亲情永远是你 人生路上最大的力量 家人也会一直在你背后 永远陪伴